大家好,我是金老师。 上两次课我们介绍了表达方式当中的叙述。 这次课我们要来介绍另外一种常用的表达方法 议论。 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议论。 首先我们要知道,议论也是一种常用的表达方法。 所谓议论就是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和评论,直接表明观点和态度的这样一种表达方法。 作者针对某一个论点、话题或者材料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论述自己的观点, 表明自己赞同什么、反对什么。 我们还要明白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议论文。 议论文就是主要运用议论的表达方式, 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情、某个问题、某种观点的看法和观点的那一类文章。 就叫做议论文。 那么作为一种文体,议论文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说,一篇议论文应该具有以下这些特点。 第一,要有比较强的理论性。 议议论文以议论和说理为主,它的内容当然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性。 议论文可以直接阐明某一个理论,也可以用某种理论作为指导来论述一个问题。 如果缺少理论,文章就显得缺少说服力。 议议论文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要有比较强的概括性。 议论文是理论性比较强的文章。 在议论或者说理的时候,就需要对自己的观点有高度的概括。 而不可以像继续文那样,面面俱到,写成流水账一样的文章。 议论文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它要有比较强的逻辑性。 议论文在议论和说理的过程当中,当然要有严密的逻辑性。 要想说服读者,文章就必须写得有条有理。 每一句都要言之成理。 如果逻辑混乱,让读者不明白作者的意思,那就不是一篇好的议论文了。 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 请结合这张图片来写一篇八十字左右的短文。 请大家仔细地看一下这张图片。 好,我们看用议论的表达方法,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这是一个禁止钓鱼的告示牌,上面画着小鱼和鱼钩,中间有一道粗粗的斜杠。 我认为在不适合钓鱼的区域,设置这样的牌子是很有必要的。 在有些风景区,水池中的鱼是工人们观赏的。 而在一些野外的水域中,一定数量的鱼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 这一段呢,是先对图片所表现的内容进行了简单的描述,然后发表议论和看法。 好,下面我们来说说什么是议论文的三要素。 一般来说,议论这种表达方法应该包括论点、论据和论证三个要素。 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要素,论点。 论点是议论文作者对所论述的事物或者问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 它是一篇议论文的中心,要写好议论文就要紧紧围绕这个中心来写,不能跑题。 由于论点在议论文写作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议论文的核心。 所以我们在写议论文的时候,必须要注意以下这样几点。 第一,论点要突出,要集中。 为了突出论点,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三个方法。 第一呢,开门见山的写法,就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明确提出自己的论点。 第二呢,也可以在文章当中采取排比啊、反问啊等写作手法,来强调自己的论点。 第三呢,还可以在文章的结尾总结自己的见解,再次强调自己的中心论点。 论点的第二个要求是,论点要鲜明,要有针对性。 议论文是作者通过议论或说理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思想,某一个论点的见解和主张。 因此呢,议论文的作者要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观点必须鲜明,有针对性,不能含混不清,模棱两可。 好,论点的第三个要求是,论点要新颖又创意,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要想让自己的议论文能够获得好成绩。 在确立文章的论点的时候,要注意选取与众不同的议论的角度来写。 让自己的论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如果采取人云亦云随生附和的写法,就不能够引起别人的关注。 好,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请大家做后面的练习。 谢谢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再见。 感谢观看